不到1800加币一尺就能够得到多伦多市中心心脏地带生活方式和通勤指数均达满分的全新楼花公寓 而且是来自于顶级开发商哦 大家好,我是Piscilla,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本周的暗盘楼花精选,我为大家带来一处即将粉末登场的新盘60 Queen East Queen East呢,在我们市中心偏东一点的核心位置Queen Church 那这个盘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来自于加拿大的顶级开发商金字招牌的渠道 它其实是渠道和Basis的一个合作的单位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它的交角是Queen和Church这两条 那我们这个位置呢,离我们很多的地标性的建筑都非常的近 比如说我们去瑞尔森大学,瑞尔森大学,那只是两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的旁边呢,仅仅一分钟的距离呢,就能够来到这个Queen的这个subway station TTC的地铁站,Sink Michael's Hospital也是一分钟 Eaton Center这个不管是本地,当堂本地的这个居民和外地游客呢,都一定会打卡的这个一顿购物商城 4分钟的距离 那还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就是跟我们生活非常接近的餐厅啊,购物啊,休闲啊,娱乐呢,都离我们非常的近 Financial District,金融中心离我们8分钟的距离 所以不但你去上学和在周边享乐会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在金融街上班,不行呢,也很快就能到达 那我们这个楼盘呢,是有一栋塔 那么445个单位是高达57层 那我们的单位呢,是从studio开间一直到一卧室 1加1,2房跟3房都有,面积上呢,从400尺起步一直到800尺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紧凑的一些单位 那刚才有提到过他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说他的生活方式,他的通勤,他的这个就业的指数呢 全都是满分100,骑行指数97,步行指数98 Once again,就是这个盘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根本不需要我过多介绍 是说他是来自于渠道,渠道他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质量 他工艺的这个降薪的精神的这个程度呢 都是完全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 这简直就是金字招牌 大家都知道渠道的质量是意味着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跟这个盘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事实 我们的持架呢,是预估呢,从1700起 那之前呢,我们在年头的时候 去年年尾的第四季度 我们知道有很多盘呢,就是甚至乎已经达到了2200 2300一尺的,像33 Yorkville,Natasha,Ciello 那所以这个盘呢,1700一尺起呢 我觉得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们的预计的入住时间呢,是2027年 它在定金方面呢,是在450天就是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呢 是交20%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定金的这个结构 这个盘呢,现在还是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所以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信息 但是随着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土地越来越稀少 市中心能够陆续再推出的公寓的数量呢 已经没有太多了 所以呢,大家如果对这个盘感兴趣呢 密切关注我们,联系我们,告诉我你们的这个兴趣 我们来为您锁定您喜欢的这个单位 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拜拜